希望你看我的影片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嗨我是羽羽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嘿墨洋子他有發了一支影片 是關於四字的命名法 然後是電腦的書籤頁 然後怎麼樣整理 那我看了這支影片之後 那我也實際去整理了 但我發現了一件事情 因為墨洋子他使用的是蘋果電腦 所以有好看的字體跟那個icon 可是我用的是PC電腦啊 我整理完了之後發現 哇怎麼這麼醜啊 PC電腦的那個工具列啊 那個標籤列真的有夠醜 心細明體字又不夠粗 然後那個字句又非常的小 然後字體啦也非常細非常的小 非常難看啊 不適合這種我很喜歡搞怪的人 所以啊我就去Google去搜尋 到底有怎樣的方法 去改變這些字體啦 字句啦 然後我看到好多好多好複雜的 終於歷經了千辛萬苦 讓我找到了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散步轉路轉 用其他的方法讓書籤頁更漂亮哦 今天就帶你來去看看 我到底怎麼樣把書籤頁變成非常漂亮的哦 影片開始之前不要忘了給我 訂閱按讚留言分享 也不要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按全部通知才可以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哦 原本來是PC內建的書籤 就是在這一行上面 然後這邊沒有辦法使用Icon 所以它的字啊 其實會佔的版面大一點 如果用Icon的話這個會 版面會縮小的更小 但目前Icon這個部分我還沒有辦法解決 那我是解決了這邊這個字型啊 跟字體的問題 你看這個再點進來 哦這個字真的有點小 然後再加上又是星系名體的 超醜的 不覺得很醜嗎 我就一直去Google 我想要解決的方法 這不行啊 不符合我的人設啊 我就是喜歡搞怪的人啊 雖然很整潔很乾淨沒錯 但是就非常的難看 所以啊 我就Google找到了這個叫做書籤的側邊欄 那這個資訊這個網址我會放在更多資訊 或者是留言處然後你可以去看 那因為我一定都設定好了 所以我現在為了重新 所以我先將它從我的這個移除了 那我們重新開始把它加到這個瀏覽器裡面的插介 它就會出現一個 你是不是要新增這個書籤側邊欄的這個 你就寫新增擴充功能 然後它就已經加入 然後它會開一個新的分頁 然後就要求你要立刻來去設定 那我們就開始設定吧 立即開啟設定 那你可以選擇左側或者是右側 那我這次選擇右側好了 我的習慣是右邊會對我比較方便 就看你的手你習慣的在哪裡 那它有深色跟淺色可以選擇 那我這次選淺色 那你可以選擇你點選左鍵右鍵或者是 游標旋停 那我是都點選圖式比較不會去按到 那現在我可以自己試試看了 因為在看到我的畫面這邊應該會要有一個 但因為我現在目前擴充功能沒有把它定選起來 所以會看不到 那我要把它定選起來 那我要把它定選起來 就會看到一個很像書籤的這個頁 就是它的設定頁 那我們就打開它來 目前還是這樣醜醜的狀況 所以我們要開啟外觀的設定 它可以設定這個寬度要多少 然後高度要多少 然後遮蔽的色彩要多少 那也可以設置對應的大小 你可以直接選擇大的小的中的 那我就是要自行大一點 所以我就要選大的 然後寬度也可以去調整 大的話是400為基礎 那我就多個是460好了 然後這邊高度也可以做調整 我就選擇60 當然它就超過61 沒關係反正就是60差不多 那你就這邊可以選擇目錄的圖式 你是要這樣子的一個資料夾的呢 還是這個方方的呢 然後顏色 出現的顏色你可以去做調整 來個紫色好了 然後每一個都可以去做選擇 然後綠色 這個都是前面那邊的 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顏色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再來就是你是不是要選擇箭頭 因為目前是沒有箭頭的 那有多一個箭頭是這樣子 就是收起來跟合起來的這樣子 那你可以選擇要或不要 然後再來是書籤的支舞 就是希望大一點嘛 所以就大一點吧 就調個27 再來是行劇 一行跟一行 就可以 再稍微分開一點好了 好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圖示 這個圖示我覺得不用做調整沒關係 然後尺寸也不用調整沒關係 然後水平的話 就是你這邊做調整之後 它會比較往右邊去 然後卷軸的寬度就是這個 這邊這個 那你就可以做調整 再來要不要縮排 縮排就會是更擠 我那種不做調整 然後提示就是它這邊下來的話會有一個提示 那你要大小的自己 我一樣調15好了 那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搞怪的人 所以怎麼可能字型不做調整呢 這邊就是一般就可以調整字型 那它現在目前是預設的 那主題部分是不備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不做調整 那字型的話就是你自己電腦裡面有什麼字型 你都可以做調整 那我就選這個蘿莉塔的字型 然後外觀的話 這個就是明亮跟黑暗 如果你是選的暗黑版就是這樣子 那我選的是亮版的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配色的方案 你都可以自己去調整 然後還有一些進階的設定 你可以去做調整 那我就大概調整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儲存變更了 然後它連這個 這個啊也可以調成是 星星的狀態呢 還是你要書籤的狀態 都可以去選擇 這個是在好像是在圖示的部分 對這邊 你可以選擇是 你要空心的星星呢 還是沒有空心的那個書籤 跟有實體有顏色的這個書籤 或者是這個實體的星星 讓我調整一個實體的星星 然後顏色你也可以去制定 你要什麼樣的顏色 我想要紫色 然後儲存變更就可以了 這邊就變成一個紫色的星星了 就非常的亮眼很適合搞怪的我吧 對吧 然後再來如果你要叫出你的這個書籤頁 你要叫出這個書籤頁的話 你就點這個星星 那因為我的側欄不知道什麼東西擋住了 所以它就會用一個新的分頁 這就是我剛剛調整出來的 這個字型非常大 非常粗 好看 然後再來下來就是這樣子 就是我這邊的這個範圍 然後變到現在是這個範圍 非常的好看 字型又非常的搞怪 然後再來是像這樣子 就可以了 然後工具 你會現在看我的書籤非常少 是因為我之前不小心把整個資料夾 整個書籤刪掉了 因為它是一個內建 然後再新增的話 或是在這個資料夾底下 然後我不知道 然後就直接把上面 因為我想到我上面已經清光了 我就直接把那個主的那個刪掉 結果 剛好那個資料夾是在它的下面 所以整個都刪掉了 所以我現在有很多的那個 我自己也忘了到底我新增了什麼 所以就可能慢慢加回來 現在的書籤就非常少 才68個書籤 是一定算蠻少的 然後如果你這樣就可以說回來了 YT、FB、Instagram 這些我還是放在外面 因為我畢竟還是長按的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縮到裡面去 然後縮到裡面的去 是我會用到的 那我就把它縮到裡面去 常用的我會把它拉出來 那所以本來之前你在用的話 這邊都會有一個 那我用了這個之後 我就把這個取消掉了 這一行給取消掉了 但如果你新增分頁的話 它還是會出現 當然我現在目前還是習慣 直接把它叫出來 這樣子我覺得就是一個 我非常覺得非常完美啊 能搞怪字又大 然後那個間隔又可以做調整 是我喜歡的 很適合我的搞怪 那不知道這個 你覺得怎麼樣呢 如果沒有這個 某個東西擋住的話 它會是直接在這個側欄 可能是我有把它去設定彈出的那個 所以它才會擋住吧 總之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擋住就對了 然後反正就是它就會是在這邊 如果沒有的話 它應該就是直接就會彈出來 就是沒有旁邊這個頁面 好 那就看你使用的習慣是你要按黑板的 還是亮面的日常的都可以 不知道這個書籤頁的插件 你覺得怎麼樣呢 有沒有覺得很療癒呢 把書籤頁變得美美美的 真的非常的療癒 然後把它整理起來 整理乾乾淨淨的 也是非常療癒的事情啊 雖然我不是強迫症 一定要四個字 我兩個字或三個字都可以 有時候可能超過四個字 但是有本類貴有整理過了 那個畫面就會變得比較乾淨 比較簡潔 要找什麼東西也比較好找 在疫情期間 沒事幹的話 也可以來整理一下你電腦裡面的書籤 讓它變得更療癒一點 也可以用這個插件 讓它更療癒喔 對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解 歡迎在下方留言 留言我都會給你一顆愛心愛心喔 我是雨衣之兔 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有快樂美好的一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喔 掰掰